一群蚂蚁 第三节 就后面那节 会鼓得大大的 所以 有些饲养者会 给他们吃 有色素的食物 就是把 可能蜂蜜水 染成绿色 这样他吃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哦他吃进去了 因为肚子后面变绿色 所以蛮有趣的 然后他们先要 采了一些卵 希望 下一次大松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们生长的结果 我是哲伟 那其实这次疫情 也让我发现到说 大家会探讨说 在疫情 不管是未来 可能结束的时候 或者在疫情的过程中 例如说 像都市的规划 或者是像 很多的商业行为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转变 那所以我自己手边 的确还有很多的领域 可能我也不熟悉 但是看到蛮多 不同领域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 探讨 所以我有开一个 AirTable的一个页面 就想要收集说 不同领域 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好 或者像公共政策的 空间规划也好 那他们探讨 就是所谓的 后新冠病毒的情境 或者甚至像 像一些经济转型 或者是生活行为的改变 那我在这个页面上 有贴这样一个连结 欢迎大家来参考 大家好 我是光洁 从一月到现在呢 我的生活 没有什么受到疫情影响 可是却是受到了疫情的改变 为什么说没有受到影响呢 因为我以前就常挂在家里面写小说 所以其实减少出门 对我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边缘 但是呢 我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呢 就开始了 譬如说我现在反而会察觉到 自己心情闷闷的出去走一走 然后我的工作空间我也调整了好几次 然后在创作方面呢 我也暂停写小说 然后就是去做了两个电子书上架 而且呢我还开始参加G0V的黑客松 哈哈哈 还有我终于开始看韩剧了 可是因此我的Netflix就是充满了韩剧推荐 你觉得很讨厌 我是比琳 最近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 所以我就看了不少的动画 像我把保时制过程都看完了 然后接下来还想看百相 然后也有看印象点 还有超能力神经 我觉得可以花比较多时间在家里 整理东西蛮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练习我的台语 开始咯 我是比琳我可以吃骨饭和有口银 我可以练乎你的养国王会好下定书 我今天今天来的做 好好享受 我会这样也要讲台语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带我来试 我今天来的准备应该有点心 欢迎收回来家 谢谢 那位社群分享一分钟不能讲工作的事情 那傻蜜算工作吗 好像算也好像不算 所以其实也不知道 最近大概就是除了工作 就是做傻蜜的事情 上周末去了苗栗南庄 因为九松在那边办童花松就被抓去了 然后算是一个难得的放松的一天 然后旁边没有房子 然后就是田 在常温的客厅coding感觉蛮好的 然后还有一群人就挤在小房间里面开电梦扇 可是没有看到童花 因为童花好像前两个礼拜就卸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没有童花的童花松 算是有点可惜 因为童花真的还蛮漂亮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